这么大 你很棒啊 没事 你很棒 等一下就会选礼物 未处偏远就已不变 新北市福山国小这里的学童 不仅有蛀牙的问题 状况也相对严重 儿童牙科医师陈一红与护理师们 有感于偏向医疗部族 主动前往提供医疗服务 如果那边小朋友有需要更管治疗 或者是比较不希望牙套填补的话 我们就会帮忙他们做这方面的治疗 那边没有光机 但是因为我做儿童牙科已经快20年了 所以说凭经验 凭感觉 可能比较能够知道 大概这颗牙齿后续的发展怎么样 哇 很棒啊 虽然设备器材受限 但医师用自己多年的经验 让偏向的孩子不用下山 也能够接受医学中心等级的医师来治疗 偏向最缺乏的其实就是一些 医疗的协助 尤其在交通不方便 资源不方便的地方 那这样的一个医疗 对孩子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事实的一个帮助 此外 同心的护理师 也趁着看牙的空档 教导孩子如何正确刷牙 让牙齿保健能从日常做起 付出无所求的医疗团队 透过疫诊的方式 让医疗资源缺乏的弱势儿童 得到更多牙科治疗的机会 大家新闻黄西人张震荣台北报道 国际新闻